東奧前天安門經驗,報答領袖豁出去。 北京正考慮美國提議,目前與烏克蘭達成停火協議。 六年程段,王曉明與楊榮宣布離婚。 近日,網絡社交媒體傳出一段視頻顯示,1月25日清晨,北京東奧會中國體育代表團一百多名運動員和教練員代表, 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高喊口號,為了祖國衝衝衝,不負人民拼拼拼,報答領袖豁出去,永真第一不認慫,跟著總書記,一起向未來,令外界看得相當傻眼。 中國選手們在完成這項所謂的天安門宣誓後,集體搭乘大巴返回北京,逼還管理的奧運村。 中國奧運選手的這舉動不禁讓外界質疑,為何一場奧運賽要與國家領袖有關聯。 為此,日本JP Pass網站記者還專門找到北京民眾,詢問此事。 北京市民斷言,天安門宣誓行為就是白癡行為。 目前中國大陸已經移除了相關視頻,但在海外網絡仍然熱傳,並引發民眾熱議。 到底是祖國人民大還是領袖大?為了報答領袖豁出去,國家人民都不要了。 東澳主辦國,運動員的出征誓言,好像與奧運精神沒有半無錢關係。 真不知道他們這個是要去參加體育比賽還是上戰場去賣命。 朝鮮也不會用這麽融族的語句,什麽拼拼拼拼,衝衝衝,還報答領袖豁出去。 難道都是領袖山的嗎?簡直要套料。 中共國,灑時候可以不用這種吸毒式的洗腦方法呀?灑時候可以不把運動員當成為國爭光的工具呢? 起初還有點不相信,以為是惡搞,結果找官媒看了下,經調了下爬了。 更多網友則吐租,中共強調不將奧運政治化,卻讓國內運動員進行這種政治性宣誓,明顯自相矛盾。 對此,中共官方尚未作出回應。 美國海軍卡爾文森號F-35C艦載機墜海事故發生後, 美方初步探測後表示,計劃在120天內完成打撈工作,但最後狀況仍然難料, 而且共軍已經派出軍艦前往失事地點。 美中雙方軍艦的互動會發生什麼情況仍難預料。 中國時報報導,美軍這次下海的F-35C是在甲板降落時發生墜海事故, 事故經驗能作為改進作業的重要數據。 由於F-35C戰機價值不非,加上這款擁有新一代主力戰機的航空電子與武器裝備, 美方擔心落入競爭對手的手中,因此無論如何都要搶先打撈上來。 1月28日,BBC中文網報導,防務專家亞比·奧斯丁說, 中共還未有這項技術,如果共軍掌握這項技術,將會帶來巨大的技術飛躍。 如果他們能獲得F-35C的網絡能力,就會有效地破壞整個航母的體系。 美方在打撈的過程中,除了要加緊探測作業外, 還要防止中俄等國直擊下手取得部分敏感資料, 尤其是目前極為發達的無人潛艦設備,更是防不勝防的間諜工具。 目前已知美方,原在南海演習的兩艘航母, 兩艘導彈巡洋艦,兩艘導彈驅逐艦, 以及另一艘艦艇仍然在菲律賓旅宋島西側活動, 位置可能是F-35C最海處附近。 至於中共,則有兩艘054A導彈驅逐艦正在加速前往美軍艦隊集結點。 目前意圖不明,可能是對美方活動進行監控, 也可能作為無人潛艦器的作業平台。 由於深海底下的狀況難料, 戰機殘骸的深度與海底洋流成為打撈成功的兩大關鍵因素, 打撈難度很大。外界傳聞,如果F-35C最後無法打撈, 美方被迫放棄時,將會採取破壞這艘F-35C的必要措施, 例如與俄羅斯海軍一樣,使用深海潛航器攜帶大量炸藥, 在海底將戰機炸碎。 但專家分析,可能性不太大。 目前,美國軍方對打撈工作仍然極具信心, 只是在打撈期間,得經常派艦在附近監控, 還得應對周邊虧損的中共艦艇。 在打撈成功之前,壓力不少。 據每日北朝鮮報導,北朝鮮精銳裝甲部隊的坦克車, 在訓練中發生翻車事故滾下山。 這次意外除了造成兩名駕駛員重傷之外, 還令坦克車油箱嚴重損壞。 總參謀部第一時間,派巡查組趕到現場,完成修理作業。 報導指出,今年正逢金日成誕辰110週年和金正日誕辰80週年, 軍隊訓練竟然出了這種差錯。 對此,軍方總參謀部緊急下了封口令。 據消息人士透露,事故發生在新年第一次舉行的機動演練中, 當時出事的坦克車正在夜間進行山地機動訓練。 對於事故發生的原因,軍方歸咎於駕駛員缺乏操作經驗。 行進中沒有注意到坦克行駛在極其糾峭的地形上, 但真正原因就是由於訓練過度的導致翻車。 消息人士稱,大部分的駕駛員操作水準都非常低。 每年的朝鮮人民軍陸軍訓練中都會發生多次事故, 北朝鮮為了讓更多軍隊提高機動能力,能夠快速移動, 實施所謂的機械化作業,不斷購買新型戰備、裝甲車、火炮等等。 面對新裝備,軍隊人員常常因為操作不熟練而發生意外。 據悉,出事的部隊是朝鮮人民軍帝105裝甲師, 是朝鮮最具有戰鬥力的裝甲部隊,於1948年組建。 在韓戰時,是最先攻入南韓首爾的地面坦克部隊, 因而被前領導人金日成呼籲榮譽稱號首爾和單位編號105。 金正日和金正恩都曾多次前往親自視察該師。 一名大陸網紅發布特斯拉測試視頻, 聲稱特斯拉的自動緊急剎車系統有問題。 1月26日,特斯拉方面對她提出訴訟。 據大陸媒體報導,某平台的自媒體大V, 陳振光擁有千萬粉絲,她的帳號名稱是小剛學長。 去年4月底,小剛學長分別對小鵬P7和特斯拉Model 3做了緊急制動測試。 她擺放了汽車圖案的立體指板和假人等物體, 藉此測試兩輛車是否會自動停下。 她說在三次實驗中,特斯拉Model 3有兩次因為沒有剎車反應, 直接撞上了障礙物。 而小鵬P7都能在障礙物前一公尺處停下。 因此,她直言特斯拉自動剎車不靈。 視頻發出後,有網友發現在測試中,特斯拉Model 3的動能回收條顯示, 車輛在即將碰撞前方假車時,存在油門搭板被人為踩下的情況。 有網友認為,小剛學長在測試中偷踩油門,導致車輛未能剎停, 還在測試不規範的情況下,測試結果會給人造成誤導。 不少車評人也紛紛指責她不道德。 但小剛學長仍然堅稱沒有作假,視頻是真實有效的。 1月26日,特斯拉做出回應,表示該博主在測試視頻中進行了數據造假, 已經起訴小剛學長理由是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行為。 對此,小剛學長在其個人微博進行了回應, 好了,我知道了,目前則尚未透露其他進一步信息。 有網友留言,現在網紅哪個不是為了宣傳外國思想在拍片? 也有說,枉費辛苦舔供,結果被告,真是自作自受啊。 據美聯社報導,美國與北約於26日分別以 書面回覆俄羅斯反北約東況的安全要求。 俄羅斯27日則回覆說不太樂觀,並且說普京將考慮美國與北約的提議。 26日,俄羅斯與烏克蘭在四國會談後,初步同意維持烏克蘭東部停火。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告訴記者,普京會花時間分析華盛頓的反應, 並敦出各方不要闖絕下結論,無論分歧有多大,對話總是需要的。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則說,美國與北約並未就俄國的安全要求給出正面答覆。 烏克蘭外交部長勒夫勒巴說,幾乎看過華盛頓的書面答覆,而且沒有意義。 重要的是,美國與俄羅斯在進行所有接觸之前和之後,都有與烏克蘭保持密切聯繫。 26日俄、烏、法、德、四國在巴黎舉行8小時的四方會談, 俄羅斯與烏克蘭都同意維持停火,但目前尚未直接解決邊境緊張局勢。 四國將在兩週後在柏林再次談話。 雖然此事意味俄羅斯至少在未來兩週不會入侵烏克蘭, 但根據CNN27日報導,五國大樓發言人柯比表示,過去24小時, 俄羅斯集結更多戰鬥部隊在烏克蘭的西部地區和白俄羅斯內。 雖然俄軍的派真不能稱為劇烈,但也不是完全正指, 目前俄軍駐紮和部署呈現三面包夾的緊張局勢。 美國一名國安官員透露,拜登總統與烏克蘭總統扎倫斯基, 27日通話1小時20分鐘。 拜登說,如果俄羅斯進一步侵略烏克蘭, 美國和盟友將果斷回應。 大陸藝人黃曉明和女星楊穎在2015年舉辦世紀婚禮, 上百紅星現身祝福,場面相當浩大, 兩人婚後肉有一子小海綿, 不過他們兩個近年卻閃小合體出現, 旅傳出分辨消息, 卻沒有對外證實,日前他們突然拋出震撼彈, 雙雙透過個人微博在28日宣布離婚, 二人婚姻關係畫下據點, 但強調仍維持家人身份。 黃曉明透過微博宣布離婚, 寫下感恩過去所有未來認識家人, 並在文末標記Baby微博帳號, 而Baby也同步轉發該則發問, 同一時間宣布結束二人婚姻關係和平分手。 據悉,黃曉明在2015年和楊穎結婚, 情形看來相當融洽,相當要好, 不過近年來他們就離婚傳言不斷, 如今確定宣布離婚消息, 若免令粉絲感到惋惜。